大家好我是杰奇,欢迎来到专利洞察 你知道吗,在数位相机时代到来之前 其实有一家公司早就握着颠覆世界的关键专利 它就是柯达 不只拍照的底片做到世界第一 连数位相机的早期专利也是他们发明的 但讽刺,今天我们几乎不会再提到柯达的相机 甚至有人不知道它曾经是影像领域的霸主 为什么,明明技术在手,最后就成了历史课本上的案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段明明有专利却错过时代的故事 故事要从1975年说起 那一年在柯达的一间实验室里 年仅25岁的工程师史蒂文·萨森做出了一台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 它没有底片,没有快门声,还长得一点都不像相机 它用CCD感光元件捕捉影像 再把资料储存在卡式录音带里 拍一张照片要花23秒才能存完 解析度只有0.01百万画素 放在今天根本不能看,但重点是它成功了 这是人类第一次用电子方式拍照 萨森自己形容 虽然影像模糊的像Minecraft 让它证明了相机可以完全不需要底片 1978年 柯达替这个概念申请并取得核心专利 如果把时间往后推 你会发现这专利就像是一张数位摄影的出身证明 从感光、儲存到显示的流程都被写进去 后来几乎所有数位相机都逃不掉这个架构 所以理论上只要顺着这条技术路线走下去 柯达完全可以变成数位相机界的苹果 主打产业、制定标准 赚到满坤满谷的授权金 但问题来咯 高层在看到圆形机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不是 哇,我们要颠覆世界 而是等一下 这东西要是普及了 我们的底片要卖给谁啊 要知道当时科大的底片和充益业务是全球霸主 毛利率高得吓人 每一圈底片每一次充洗 都是源源不绝的现金流 相比之下 数位相机一次买断 之后不用底片 不用充益 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自家金库的敌人 于是公司选择了最保守的路线 先把专利放在保险箱里锁好 等实际成熟再说 市场上呢 继续全力推广底片 扩张充益点 推出更多感光度 色彩表现更好的胶卷 甚至在广告里用留住回忆这类温情诉求 牢牢绑住用户 他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手上握着的不只是一个小玩具 而是一颗足以引爆产业革命的原子弹 只是这个原子弹 最后却是被别人引爆的 进入90年代 数位相机的热潮开始升温 Sony带着消费电子的霸气冲进市场 Canon靠着光学镜头的实力工程掠地 你控制延续专业相机的精致招牌抢下高端玩家 各家新品一波接一波 像在赛跑一样 你一台200万画素 我马上出300万画素 隔年再翻倍到600万 而科大呢 虽然也有推出数位相机 但产品定位有点四不像 既想保留底片时代的味道 又想插足数位潮流 结果哪边都没站稳 推出的机型更新慢 规格追不上对手 价格又没有优势 更主要的是 做一台数位相机的利润 完全比不上卖底片和充益服务 在高层年里 数位相机只是顺便做一下的产品线 真正的保障还是在底片生意上 然而时间不等人 到了2000年之后 数位相机几乎全面取代底片相机 连婚纱、暴摄、新闻摄影 都改用数位化工作流程 底片充益店一间间关门 这时候柯达才意识到 招了这波真的来了 而且挡不住了 代理局从头再跟对手拼产品 他们干脆换个玩法 拿出压箱底的武器就是专利 2004年 柯达开始搭动作像 Sony、Canon、Sansung等大厂提告 主张自家的数位影像专利被侵权 尤其是早年CCD成像 与影像处理流程的关键技术 这一招很快见效 Sony和解、Sansung掏钱 Canon乖乖牵授授 短短几年就进账数十亿美金 从2003年到2010年 官司专利授权收入就高达30亿美元 对一个营收开始走下坡的公司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条救命水管 可以说那段时间柯达已经不是靠 卖相机卖底片在过日子了 而是靠卖专利趁着公司运转 每天的重点不是下一台新机什么时候发表 而是下一个侵权对象是谁 和解金可以谈多少 但专利授权这条路有个致命问题 就像卖地一样你签了一次合约收过钱 就等于把那块地的使用权送出去 未来想用它再来卡别人收更多钱 就没那么容易了 而且这声音是一次一次弹出来的 要不断找到新的侵权对象才有现金流 一旦没有新的标的收入就立刻见底 2012年柯达迎来了关键一役 他们把希望压在一张王牌专利上 预览拍摄专利 这专利的重点是在拍照前先在萤幕上显示预览影像 并且在按下快门后快速处理储存照片 柯达认为Apple的iPhone和黑莓的智慧手机 全都用了这个技术 于是把两家公司告上了ITC 也就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结果呢ITC最终裁定不侵权 这一刀直接斩断了柯达最大的现金希望 投资人一看连这招都没了 股价瞬间跳水 加上底片业务早就像漏水的水桶一样撑不住 2012年柯达只能申请破产保护 这个影像帝国正式倒下 为了筹钱重整啊 他们决定卖掉压箱底的资产 整整1100件数位影像专利 打包卖给由Apple Google 三星等科技巨头组成的联盟 价格呢只有5.25亿美元 远低于市场原本喊的几十亿美元估值 为什么会那么低 原因很残酷 因为大部分的专利 柯达早就授权给别人了 剩下的专利对买家来说 买回去根本没办法完全垄断市场 就像买了一座已经被大家挖过一轮的金矿 换卖剩下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价值竟然打折 可以说科达最后卖的不是专利 而是卖掉了自己最后的筹码和未来 从那一刻起 他们彻底失去了在数位影像市场翻盘的可能性 所以你看科达的陨落并不是因为没有技术 而是他们太害怕自我革命 在产品上犹豫不决 最后只能靠专利为生 等到专利变现的空间也用光 连卖专利都救不了自己 这故事告诉我们 专利不是万能 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气 把技术变成真正改变市场的产品 即使那意味要先干掉自己的旧业务 那么你觉得如果当年科达一开始就全力投入数位相机 今天的相机市场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 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我是杰奇 解析专利带你们要懂创意 谢谢你看到最后 我们下次见 Bye Bye Bye